记者谢介于南投报道,南投县路股乡大轮山银杏森林随着季节变幻,呈现一片金黄色美景,今天是逢周末假日,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朝圣,又造成交通严重打劫,地方乡亲希望县府能兴建缆车或轻轨改善塞车问题,减少民怨,又塞车了。 路股乡竹林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建兴说,从11月初银杏树上演换装秀以来,对外唯一联系道路阳湾向几乎假日都会大塞车,今天车阵一度绵延2、3公里,严重冲击居民生活品质,名愿跌起,地方居民阳湾向两旁腹地不多,拓宽有困难度,建议从5公里外的赏银景点石马公园为起点, 辟建缆车或轻轨至营禁森林,如此不但塞车问题渴望解决,更可将两地景点串联在一起,为地方观光带来加分效果。 南投县政府观光处长王元忠则说,建府对地方的心生十分重视,但建造缆车或轻轨,除了经费庞大,也需评估环境影响层面,可说是费时又费力。 更何况,观光人潮集中在银杏叶片变色的秋冬季节,成本与经济效益也是一大考量。 因此,不管是缆车或轻轨都应列在中长远计划,当物质其应以接驳车运输计划为主。 目前计划把接驳站设在石马公园,近期将邀集中小型巴士本乡官业者面对面沟通,以立接驳车计划推动。 相信车辆一旦减量,塞车问题就可迎刃而解。 阴性是很特殊的景观树,早在两亿多年前的石碳系及二叠期间即已存在。 在植物界有活化时美誉,除了果实,叶子具有药效。 善心叶子颜色随四季变化,更堪称一绝。 春夏呈现翠绿,冬天叶片会逐渐掉落,最后树深情同枯木,呈现萧瑟之美,目前则是最耀眼的金黄奇景。 而鹿谷迎请树市农友在81年间配合建府混农林叶示范区计划时栽种。 全乡种植面积约一百公顷,从海拔约八百公尺的小半天,气每拔一千五百公尺的大轮山都有,均已长大成林,更与人有数大旧是美的赞叹。